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自製花生酱 去一花生300克 如果带皮的花生也可以 但是烤熟以后要去皮很麻烦 根据烤箱不同 烤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大约150度烤了十分钟 花生微微变黄就可以了 晾凉然后放到果汁机里打碎 首先打成了粉末状 打几秒停下来再打几秒 这样间歇的打 放半勺糖 如果喜欢甜味可以多放一些 或者放枫糖浆等 放四分之一勺盐 放半杯花生油 或者其他的油也可以 橄榄油玉米油的 用高速继续打碎 要间接地打 大约十秒钟停下来 继续打 加三十克黄油 加猪油也可以 然后继续用高速打碎 花生里含有很多油质 在打碎的过程中就会进出来 看已经成糊状了 如果喜欢花生酱吃起来有颗粒感 可以打的时间短一点 我这里打的时间比较长 吃起来口感更细腻一些 自制的花生酱味道鲜美口感也好 打做好的花生酱放入瓶中 谢谢您的收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观看更多的视频